广东72岁老头用铅笔画出来的百元大钞 竟然连验钞机都检测不出来 全国至少97%的假币都是出自这位大爷之手 他就是彭大祥 今天咱们就走进假钞之父彭大祥的精彩人生 说起假钞肯定很多人都恨得牙痒痒 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 特别是零几年后 假币泛滥大到百元大钞小到五块十块的都有假的 而这些假币有九成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彭大祥 说起彭大祥人生经历也算是丰富多彩 他原先是在印刷厂上班 小时候没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画画 不愿意去上学 小学毕业就求着家里要求画画 我们都知道 学画画这可不是一般家庭能够培养起的 按照彭大祥当时的家境条件 只能请村里一些老画奖看在面子上 少收点钱 交些东西给彭大祥 但要想真正深造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就学了点皮毛 但是彭大祥的画工已然非常了得 也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画工 但是这名气并不能让彭大祥的经济条件变好 而且他工作的印刷厂也很快就倒闭了 丢了工作的彭大祥 就想着去做点小生意 结果没想到 他是一点做生意的头脑都没有 人家做生意多少还能落点 彭大祥是干脆赔个金光 还得欠上一匹股债 这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结果一次去买粮的经理 让他突然打开了心思路 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 那时候买粮食不用钱 要用粮票 每家每户每个月都有固定数量的粮票 不票什么的 那天彭大祥拿着一张粮票 准备去换粮食 走到地方 发现人山人海 他就无聊的蹲在一边 将手里的粮票翻来覆去的看着 研究着粮票的配色 还有纹路 心想着 也不知道这粮票能不能画出来 要是能画出来 那不是发财了 吃穿都不用愁了 于是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提着换好的粮食回家了 回去之后 就将自己关在屋里 拿出家伙事 一只放大镜 一盒画笔 他比照着粮食的花纹图案 等比例 一比一的复制到另一张纸上 那个年代 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他制作假粮票 全靠一双手 和一个放大剑 费了好大的劲儿 终于被他画出了一张 和真粮票 一模一样的粮票出来 等到下次对粮的时候 彭大祥没拿真粮票 拿着自己画好的粮票就去了 为了让假粮票更真实 他还特意将纸张作旧 又折了几道折痕出来 轮到他对粮的时候 他表面淡定 实则内心慌得不行 结果人家看了两眼粮票之后 就直接把装好的粮票 递给了彭大祥 彭大祥平静地 接过这袋白捡的粮食 强忍内心的欢喜 他忽然找到了 自己的发财之路 回家后 他就连夜赶制布票 面票等 一口气画好了一个月的粮 同时 他还给自己开设了新的业务 那就是半甲证 什么身份证 学位证 毕业证 工作证 甚至就连户口本 只要能拿来一个原版的东西 他都能给人家画出个 一模一样的 靠着这门手艺 彭大祥逐渐奔小康 日子好过点之后 他觉得自己这门手艺 绝对不能浪费 便想自己开个印刷厂 结果 他是真没经商头脑 印刷厂开了没多久 又倒闭了 自己又欠了一屁股债 他痛定思痛 算是彻底明白 自己不是经商的料了 还是决定干回老本行 广东72岁大爷 画出来的百元大钞 竟然能躲过验钞机 全国97%的假币 都是出自这位大爷之手 他就是彭大祥 彭大祥又一次做生意失败以后 还是决定回来办假证 因为欠了一屁股债 所以不少债主 也都找上门 要他换钱 其中一个100块的债主 要的最凶 彭大祥被逼急了 说是两天后 指定能还他 要知道那时候 100块虽然不像之前那么值钱 但两天之内拿出来 也不容易 虽然债主不大相信 但是看彭大祥信誓旦旦的 便放下一句 自己两天后来收就走了 而彭大祥也是被逼急了 才这么一说 结果现在下本来台了 别说100块 他也要琢磨好久 看着自己扮假证的一套设备 他突然觉得 粮票都能画出来 那画个人民币 应该也不是问题 说干就干 他拿出一张10元的纸币 展开放在桌面上 掏出熟悉的放大镜和画笔 开始一点一点画 因为纸币还有防伪标识 经常摸钱的人 对于纸币的厚度 纹路 颜色深浅等 都是一眼明的 虽然不太容易 但是彭大祥对自己的画工 还是很有信心的 再加上自己之前 在印刷厂学到的一些技能 两天时间 还真给他做好了 10张10元面值的假币 等到债主来要债的时候 他直接拿出 做好的10张假币 还了过去 虽然对自己的画工自信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画假币 彭大祥心里 多少还是有点忐忑 但是债主拿着假币 端详了许久 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拿着钱走了 这对彭大祥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后来 他还是继续扮假证 但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信留的人 找到了彭大祥 问他可不可以制作一张 假币模板 虽然彭大祥不知道假币模板 该怎么弄 但是他认为 自己既然能画假币 那制作模板 也能做出来 大不了自己学学 便一口答应了 但是他问老刘 要价5万 彭大祥并不很清楚 假币模板的行情 所以要这5万的时候 他还有点担心 自己要价太高 结果老刘一听 才要5万 这可比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要不是他听说 彭大祥画工一流 之前办假证 都能以假乱真 他都要怀疑 彭大祥根本就不行了 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 便约定交板的时候 验收成功再付款 彭大祥也没有意义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彭大祥就开始 钻研模板制作技术 本来老刘想让彭大祥 用电脑操作 这样稳妥一点 但是彭大祥看了一眼电脑 连连摇头 说自己整不明白 那些高科技玩意儿 还是手里的画笔好用 然后他又拿一张 百元大钞 仔仔细细地看了两天 又摸了两天 确定好手感以后 他照例拿出自己 吃饭的东西 拿着放大镜 一边看一边画 至于后面的晒板 冲洗 曝光等等 他之前在印刷厂上班的时候 也接触过 这回又钻研了这么久 上手也是挺快 然后就是油墨的调色 太鲜亮或太浅都不行 彭大祥凭借出色的色彩辨识能力 调制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油墨 特别是水印部分的油墨 一般的夹壁 要么颜色太白 要么太黄 但彭大祥调出来的 却刚刚好 从接下这一单开始 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终于制作好了第一套假钞模板 等到老刘来验收的时候 看着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 都震惊了 他没想到 别人用电脑都做不出来的东西 竟然被彭大祥用笔画出来了 他愉快地付了款 彭大祥也因此大赚一笔 他被称为假钞之父 经他手的假币模板 胶板 多达13套 全国9成以上的假币 都是他的模板印刷出来的 而且用他的模板制作出来的假币 就连验钞机都能读过 而这么厉害的技术 竟然源于一个72岁的老大爷 他的下场最终如何 第一套模板制作成功之后 彭大祥信心大增 同时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自己要再多制作一套模板 这样就能复制出更多胶板 再有人来找他买假币模板 他就把胶板卖出去 绝对能发财 他想的也没错 因为之前卖给老刘的假钞模板 被老刘拿去印了7000多万的假钞 被发现的并不是很多 再加上他卖的也便宜 所以找他买假币模板的就越来越多 他的价格也随之提高 从一开始的5万 到后来的13万 甚至更高 彭大祥靠这个 还完了当初做生意欠下的债 还盖起了三层小别墅 同时又给自己 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小美女当老婆 小美女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人生简直是达到了巅峰 但其实他后娶的小美女 是他的第二任老婆 他早就已经结婚了 而且在娶第二任老婆的时候 也并没有离婚 因此后来他还有一项重婚罪 但其实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但是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印刷假币 警方很难找到他的证据 而他也只是和姓郑的一个人交易 其他人再想买胶板 就找老郑 这样一层一层的往外堆 彭大祥一直没有被发现 直到买过胶板的一人 在贩卖假币的时候 被警方一举抓获 由此牵连出了 深层在幕后的老郑 以及彭大祥 2013年1月 彭大祥还在屋内 画着新的模板的时候 警方破门而入 最后在床下找到了 吓得瑟瑟发抖的彭大祥 面对警方摆在面前的各种证据 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还详细交代了 自己制作假币模板的全过程 警方听了都瑟瑟称奇 真币印刷的工序非常复杂 模板制作更是不易 要扫描分色 这些一般都是需要电脑操作完成的 但是这些 对于对电脑遗窍不通的彭大祥来说 却并不是什么难吃 不需要电脑 仅靠他肉眼就能分辨 而且在彭大祥家里 还有很多雕刻精细 化工精良的艺术品 这些也都是出自彭大祥之手 这足以证明彭大祥化工了得 但是他却没能将这个优势 用在正途上 最后72岁的彭大祥 因为伪造货币罪 重婚罪等恕罪并罚 被判无期